好,我們再來要介紹一個設定 就是所謂的拍號設定 既然arrangement,這個就是arrangeview 或是arrangementview裡面 是一個就是有時間感的 就是從低小節一直到你的作品的尾巴 不管是200小節100小節都好 它就是類似傳統的數位編曲軟體的狀態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需要的一個東西就是 有些歌曲的狀態不是永遠都是試試拍 那也不是就是它可能都不一定是固定 有時候四四拍四二拍就會跳 那我們必須要去做設定 可是當我們發現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們先把這個關掉 好,當我們在看的時候 上面是沒有任何一個拍號 也沒有像Logic Pro X裡面的什麼global check 讓我們可以去設定這個東西 好,但是其實是可以設定的 我們只要在 你看我們滑鼠在移動的時候 我們在整個上面的狀態是 移動到深灰色的時候就會變放大鏡 我們可以縮放 在往下的時候是喇叭 就是之前有介紹過 點一下它就會播放 對不對? 好,那停止 然後 在往下這邊沒有 好,當我們在喇叭這邊 按下滑鼠的右鍵 你就有看到 insert time signature change 我們就可以輸入我們的拍號的變化 然後剛好我現在的對齊方式是一小節一小節 然後我們可以從... 好,不管 從20小節這邊 insert time change 我就可以打我的拍號了 1、2、4 2、4 然後再... 再來再輸入一個 insert time change 3、4 好,我們click打開 聽聽看喔 這邊就會發現 它這邊會有亮紅燈 有沒有 就是這邊就會出現 我們的拍號的變化 我也可以這邊再改 然後譬如說我移到這裡 移到這裡 是是 好 然後所以這個 有亮紅燈的表示說 我們已經有... 就是在... 對於拍號我們有做過設定 它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這個project裡面的拍號 是有被更改過 有設定過的 好,我們click打開以後 我們從第19小節開始放 我們聽一下click的叫... 的那個發生什麼樣的狀態 3、4、1、2、1、2、3、1、2、3、1、2、3 有沒有 如果我要delete 也是一樣在這邊按右鍵 你可以一次delete一個 你也可以一次delete全部 delete一個 然後 再delete一個 有沒有 好,那我un-do一下喔 當我delete一個的時候 現在這個變成是這樣 聽聽看這樣變什麼 click變什麼樣 它還是一樣對不對 那我可以這樣拉 有沒有 就會不見了 剛剛那個delete就會不見了 那如果我在這邊再加一個 24 這個各位要稍微習慣一下 24的時候它後面整個改變到變成34拍 好那我這邊還可以移動 等於說24拍就變成4小節 然後我這邊也可以說 好那我delete這一個 有沒有 然後delete這個 然後undo 那我可以一次delete all time signature 有沒有 那各位發現一下就是 這個方式 就是讓我們可以很快速的輸入我們要的拍號 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因為你只要知道如何去建立拍號 以及刪除拍號 那在整個project 整個project的時候 你在設定的時候就會非常快速 然後因為它更方便的是它還可以左右的移動 個人覺得這還蠻方便 那譬如說我這邊再輸入一個44拍回來 然後我在移動的時候呢 這邊就是3拍,3拍,3拍,44 然後非常快便就可以這樣調整 有沒有 好那刪除,delete all 好這就是所謂在live裡面 如何去建立我們的拍號 改變我們的拍號 然後設定拍號 以及刪除拍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